现场连线消息来看的是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王如玄 昨天才刚刚搬出有争议的宿舍 军宅风波还在热头上 今天他立刻安排参加一场慈善意脉活动 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还有他的学经历问题 有什么样的说明 马上连线给记者尹志刚来告诉我们 志刚请说 好的主播 国民党朱玄佩的竞选官网呢 在今天正式上线 不过副总统参选人王如玄 在大陆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这个学历呢却没有在网站上出现 那王如玄表示呢 这是因为当时他到两 因为当时呢是为了两岸 呼应继承的相关问题 才搜集大陆的相关法令 进入学校念书 让我们来天天稍早 王如玄怎么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大陆的相关法律规定要搜集 不是那么的容易 其实进到校园里面 是一个最快的搜集资料的方法 所以我的目的不在于那个学位 我的目的是在于搜集他们相关的资料 当然我也拿到大陆人民大学的 法学博士的学位 但是我回到台湾来之后 我没有去办理认证相关的手续 因为对我来讲 那王如玄强强调呢 学历都是依照国内的法令规定来申报 因此呢目前博士学位呢 也没有认证 那国内目前承认的最高学历就是硕士 但是王如玄的经历 在网路上也没有列出 在扁政府时期 登任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让我们听一下稍早王如玄的说法 我其实长期从事社会的运动 所以相关的民间团体 然后在政府部门担任相关的 委员会里面咨询的角色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我大概举几个社会大众 比较认识我的相关的位置 然后来做一个填写而已 如果真的要认真填写的话 那好几十项啊 而今天上午呢 王如玄是来到了土城 出席耶诞树义卖的活动 这也是王如玄昨天搬出先生植物宿舍后 第一个公开行程 不过民进党立委段宜康 在脸书上又爆料 其实王如玄搬离宿舍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搬离期限就快到了 因为王如玄的先生 黄东勋在9月2号 调任司法院以后呢 这个宿舍最多只能续住三个月 也就是在明天12月2号 就一定得搬出来 但是王如玄则是回应呢 他只是履行承诺 展现对社会的诚意 并不清楚相关的细节 那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跟镜头还给棚内 对 好